大家好 踏入七月份第一個交易日 下半年第一日 港股走勢大跌眼鏡 開市早段跟隨著美股一起高開 隨後跟著內地股市一起下跌 內地股市今天差不多跌70點 1.9%多 而港股的跌幅亦很相近 當然內地股市下跌有因不是太多 只是過去一些維穩的狀況 過去七一之後就少了動力 大家有少少散貨意欲 但負面消息在內地方面不多 當然港股幸保住28,200 還要在六月份的防售區間 始終港股不是有很多壞消息 來做負面情緒的情況 如果下星期內股市能夠反彈 港股仍有能力或機會 維持上落整顧格局為主 因為現階段的港股 當然靠其動力 除了靠北水 今天流走 亦看著業績的報告 現在個別的股份 出了中期業績也有理想 今天亦可以逆市有支撐 而現段的港股在下星期 當然距離在29,000點遠了 但維持在29,000至29,400 這兩個位置都是重要的阻力位置 所以我認為暫時未至於悲觀 看看接下來的28,200 這個位置可否進行一輪的防守 因為今天跌幅 亦比市場期多 但港股為何弱 當然跟隨著內地下跌之外 亦有很多新股活動 我自己覺得 亦抽乾了市場資金其中一個元素 要等到新股活動 開始頻繁的情況 開始舒緩 亦開始資金回籠 港股動力 我覺得會開始轉強一點 所以現階段 如果你想買貨 當然你可以留待下星期 看看港股可否收到28,200 我覺得可以再次部署 當然假當你再次出手 28,200 下個支持位置 就要看到五月份下面的支持位 接近27,700 所以現在市場方面 氣氛仍然是待變 但整體上外圍 不是太多壞消息 我自己暫時覺得 28,200附近應該可以有初步的支持